中餐厅开播有哪些看点? 赵丽颖情绪崩溃,黄晓明被坑到泪脱妆 中餐厅长江之恋开播 黄晓明带着张亮、赵丽颖、林树威、李浩飞开始了新的真诚 这次回到了中国,开始了长江之行 中餐厅赵丽颖产后的第一个常驻综艺 原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赵丽颖一年有三百多天都在横店拍戏 在一开始在车里采访的时候 赵丽颖说周冬雨说来这个节目容易脱单 自己是结了婚来的 原本林树威、赵丽颖等人带了东西很多 是打算这次可以用上 希望让这次的旅途方便一点 结果看到这两百多级台阶 当场愣了一会儿 然后就认清现实后开始办 特别是林树威、张亮、黄晓明三个人都是汗流加倍 当时的气温差不多有34度 大晴天站着都很热 这次楼梯坑却让我们发现了新大路 就是出汗类脱妆的黄晓明 脸上没有了妆的黄晓明 没有了霸总的气质 没有了精致犀利的面庞 正面看起来甚至有一点铁憨憨 不过黄教主的皮肤 不得不说保养的可以 强烈建议化妆师下次定妆强一点再强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